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之 这一讲要说的徐文长传 是明代公安派文学的名片 这是公安派大家袁洪道 为明代的书画家徐文长写的传记 这篇文章的率性 在中国古代文化情感里 是稀少而宝贵的 徐文长是一个鬼才 袁洪道追求性灵 也就是个性和有趣 于是对他人也很宽容 能理解欣赏特立独行 所以才能有这篇徐文长传 公安是湖北的一个地名 它处于京江流域 是长江入洞庭的故道 那里的民风浪漫灵动 热爱冒险和中原文化很不一样 在明代的龙庆万历年间 公安除了袁宗道 袁洪道 袁中道三兄弟 他们都擅长诗文 号称是公安三原 三原兄弟虽然都是 近世出身的官员 但思想和文学观念是很不正统的 他们都推崇当时的异端理智 也就是李卓吾 公安派的起手 是三原里的老二袁洪道 他认为文章要不拘格套 读书性灵 不拘格套 就是不拘泥于前人的格式套路 也就是主张文学进化 争取文体和语言的自由和创新 明代的散文主流 要么是一步一趋的去学秦汉 要么就是像龟有光 学唐宋 这其实也是间接的学秦汉 这都是脱离当时口语的 而袁洪道主张写自己的话 他故意在文章里 用口语的语法和词汇 甚至是粗俗的字样 性灵的概念 来自理智的童心说 和王阳明的良知说 简单的说 就是尊重人的个体精神 在文学里的体现 就是率性而为的去写 袁洪道说 非从自己胸翼流出 不肯下笔 对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现代的理解 就是由王小波推广的 有趣的灵魂 袁洪道欣赏的这个有趣的灵魂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徐文长就是明代的书画家徐卫 卫水的卫 他和李志年纪相仿 比袁洪道年长四十几岁 两个人并没有见过面 在文章的开篇 袁洪道先是回忆了 自己与徐文长的剧本 书画和诗文的缘分 他少年的时候 就读过徐文长的杂剧 看过他的画 印象都很深 但是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 在三十岁的时候 他词观漫游 住在好朋友 汉林院的编修陶旺凌家 这一段的原文是 于一夕坐陶太史楼 随意抽架上书 得缺编吃一致 他看到这卷诗集 只知粗糙 墨迹模糊 只能就着灯光勉强阅读 谁知刚读了几首 就大惊失色的 诗声叫了起来 他叫陶旺凌来问 这是什么人写的 是现代的人还是古人 陶旺凌说 这是我的同乡徐文长写的 下面这段描写 就像小说一样生中有趣 是两人乐起 灯影下独妇教 教妇读 同徒睡者皆惊起 你看 能让当时两位文学名家 围着一卷残破诗集 兴奋到这个地步 徐文长的人还没出场 就显得魅力十足了 于是袁洪道叹息说 盖部宁生三十年 而始至海内有文长先生 以始何相识之晚也 换成现代的话就是 我白活了三十年 才知道徐文长 真是相见恨晚 这样的表达非常直路 接下来 袁洪道开始讲述 徐文长的生平 他对徐文长的继续 选取的素材也非常大胆 徐文长当秀才的时候 在家乡浙江江音的名声 就很大 浙江的主考是 奇奇才有国事之目 对他的期望很高 然而人生就怕高开低走 徐文长以后是屡次科举落地 后来 封江大力胡宗宪 知道了他的名声 就请他去做了幕僚 那个时候 胡宗宪统带几路军马 威震东南 袁洪道说 戒咒之势 惜雨蛇行 不敢举头 就是说连顶盔冠甲的武将 在胡宗宪面前 都娓娓缩缩的跪着说话 而徐文长是 葛依乌金 纵谈天下事 以布下一诸生傲之 就是穿着粗布衣服 在他面前高傲的坐而论道 这是因为徐文长参谋的计策 往往能出奇之胜 为胡宗宪起草的文章 也让皇帝很满意 袁洪道说 徐文长的文章是 匠心读出 有王者气 对当时的文坛盟主 他也不屑一顾 自然 徐文长的这种性格 是很难受重用的 于是他变得放浪形骇 纵情于山水 下面的内容 我得读原文 才能让你体会到 袁洪道的文章风格 其所见山奔海利 沙起云行 雨鸣树眼 幽谷大都 人物与鸟 一切可惊可恶之状 一一皆达之一失 这里罗列了自然界的景观 是如何成为徐文长诗里的 那些奇诀异象的 后面一段的笔法更奇妙 袁洪道说 徐文长的胸中 总有一股不可磨灭的不平 以及英雄诗路的悲凉 因而他的诗是 如称如孝 如水明霞 如种出土 如寡妇之夜哭 击人之寒起 这一连串比喻 是说徐文长的诗 像种子出土 像寡妇的哭嚎 像孤独旅人 在冬夜里起身徘徊 这种用语也真是奇特 这种奇怪的文字 是为了和徐文长的气质对应 这是说袁洪道率性而为的地方 在清代的文章法则里 有人就用这篇徐文长传做范例 总结出一种作文的方法 叫一字立古 就是用一个字 定下文章的主旨 贯穿全篇的布局 这有道理 事先确定主脑 就像搭起了骨架 文字就有了基本的气质 这篇文章的主题词 就是奇 徐文长是奇人 有奇才 有奇异的性格 也做了很多奇怪的事 袁洪道写的事情 用的语言 也就随之变得奇异了 接下来的情节 袁洪道故意写的 阴风惨惨 奇异怪诞 表现徐文长由狂放 进入了疯狂 对比一下 归有光回忆母亲时 写的那些眷有的小事 你会看到 袁洪道在意的 完全是传统儒家 温良公俭让的反面 徐文长因为猜忌 而杀了他的虚嫌妻子 被捕入狱 他被人营救出狱以后 晚年是愤一慎 洋狂一慎 也就是说言行 变得更加狂放和诡异 达官贵人来拜访 他聚不见面 却时常到酒馆 去和仆人们一起喝酒 接着 袁洪道又用 简直是有点诡异的刻画 讲了两件奇事 是 或自持斧 击破其头 血流披面 头骨接折 揉之有生 或以利锥 锥其两耳 深入寸鱼 竟不得死 徐文长的自残 达到了用斧头 去砍自己的头颅 用锥子扎进耳朵的程度 袁洪道说 用手一揉 触目惊心 对比史料 这篇文章里的事都是真的 只是时间有出入 这也让我联想起两个人来 一个是画家梵高 一个是诗人故城 今天很多研究者都认为 徐文长和他们俩一样 都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徐文长的诗写得好 但是也有神经质的成分 画更是有明显的造狂迹象 天才和疯狂 往往是对同一颗头脑的两种描述 袁洪道对此的感慨是 徐文长的病 比他的人要奇怪 他的人又比他的诗要奇怪 原因是 恕其不已 随为狂疾 狂疾不已 随为灵语 古今文人牢骚困苦 未有若先生遮掩 袁洪道认为 徐文长的放弹和暴力自残行为 是失落之后的激愤导致的 是遭遇了罕见的困苦所致 袁洪道对徐文长 抱以很高的宽容和仰慕 他评价徐文长 诗文崛起 一扫近代无惠之息 断言百世之下 必有定论 因为袁洪道毫不遮掩的欣赏 极力的推荐 徐文长逐渐进入了诗人的视野 今天 无论是书法绘画界 还是文学戏剧界 都把徐文长视为大师级的艺术家 他的书画创作和理论成就非常高 郑板桥有一方印是 青藤门下牛马走 青藤就是徐文长的号 齐白石则干脆自称是 青藤门下走狗 对他崇拜到了五体头地 徐文长的戏剧成就 也能和观汉青比较 在古代写喜剧 一直是一个难关 古汉语擅长表现 曲折深沉的情感 最难以表现的是 滑稽或者放淡的风格 而徐文长就做到了 他的剧本四生元 歌带笑 开创了中国荒诞喜剧的先河 我不敢说是绝后 但肯定是空前的 你有空可以看看 这两出戏 是比得上西方 后现代主义戏剧经典 袁洪道不只发现了徐文长 也是最早看出 金平梅 西香记和水浒 都是文学杰作的鉴赏家 在此之前 这样的小说和戏 不只是不登大雅之堂 而且被认为是下流的 在袁洪道的时代 这样的率性而为 不只是一种见识 也是一种胆量 因为他相信 思想和文学 都应该是独立而有趣的 我们能在今天 领略到徐文长的放淡 知道古代存在着 那些特立独行的天才 也多亏了公安派 袁洪道 留到讨论题 你认为在中国历史人物 和古代文学里 还有哪些特别有趣的人 特别有趣的文 下一讲 我们来说张代的自为木之名